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成长为参天大树 绘画大师齐斑石先生从小家境贫困 世代武农 直到27岁才开始正式学画画 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日后会成为一代大师 获得一连串的荣誉 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能发芽 但只要播种了 就会有发芽的可能 不是所有的花朵都会有结果 但只要开花了 就会有结果的希望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 但你不付出 谈何结果呢 一个人使劲点起脚尖 靠近太阳的时候 全世界都挡不住他的阳光 请相信 从来没有一种坚持 会被辜负 谁的人生不是砥砺前行 请你不要轻言放弃 苏氏曾经说过 古之立大事者 不唯有超市之才 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在邓亚萍小的时候 父亲曾将他送到河南省乒乓球队去深造 最后不久 便被退了回来 其理由是 个子矮 手臂短 没有发展前途 这给少年邓亚萍的心灵上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令人欣慰的是 在父亲的鼓励下 倔强的邓亚萍 并未因此一蹶不振 相反 他练得更加刻苦 可以这样说 是困难 挫折和毅力成就了拼弹果手 自古以来 凡是做大事业的人 不仅有出类拔萃的才能 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再坚持一下吧 生活的一大乐趣便是 完成别人认为你不能做到的事情 请相信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很多人想做的 只是过好当下那一刻 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 问问自己 当初是什么 让你坚持到了现在 我国数学家陈景润 少年时 就立志要在数学上有所作为 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 他整天进行演算 光计算过的稿纸 就整整装了挤麻袋 最后 初步论证了这一猜想 创造了欧洲人用计算机都没能做到的奇迹 努力不是为了要感动自己 也不是为了要做给别人看 而是一种不达目的 不放弃 坚持到底的信念 请相信 昨天你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今天你是谁 以及明天 未来 你将成为谁 我国农民科学家吴吉昌 是从棉花地里走出来的普通棉农 为了周总理的主妇 开始做棉花试验 他吃也想棉花 睡也想棉花 别人阻止他做试验 他就在自己家里偷偷做 终于培育出棉花新品种 不仅为祖国的农业发展 贡献了力量 也成就了自我 谁都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 这不代表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晚情集里有这样一句话 凡事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只要信念一直在 就总有被回应的一天 比别人多一点努力 你就会多一点成绩 比别人多一点执着 你就会多一点机会 比别人多一点坚持 你就会多一点收获 漫漫人生路 青葱岁月也好 茂蝶之年也罢 无时无刻 不需要用坚持支撑生活 无论你是少年 还是你曾是少年 不要忘记坚持下去的信念 总要有所坚持 岁月的旅途才能充满期待 总要有所坚持 时光的流逝才能少点遗憾 好了 今天的文章 我们就分享完了 你的坚持终将美好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春天来了 花都开了 树耳朵发芽了 阳光变得格外灿烂 亲爱的你都笑了 不再哭了 让一切变简单 快乐 清醒又自然 只是我现在已经 不能在你的身边 我不是故意 但是肯定这是最好决定 希望你在他的身边 也能多幸福一点 其实你已经早已不再 想起我的笑脸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 不停在我心里面奔跑 不知道疲劳 你对我所有的好 我怎么忘掉 好想适合了你下的爱情 都要你就是这样发到 用你的脾气感的冷空气 到处乱跑 像孩子一样撒娇 偶尔也无理取闹 只是你现在已经给了别人 春天安的拥抱 我知道感情不能重来 只是对过去的你好 无法开怀 给我一点时间 知道我明白 祝福你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时间做得太快 不会被水倒带 只是你的坏 你的好 你的微笑 让我想起了别人的春天 星空像很纯真的事 只是我现在已经不能 在你的身边 我不是故意 但是肯定就是最好决定 希望你在她的身边 也能够幸福一点 其实你已经早已不再 想起我的笑脸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 不停在我心里面奔跑 不知道疲劳 你对我所有的好 我怎么忘掉 好伤时候和你吓到爱情 都要你就是这样发达 用你的脾气感到 冷空气都出乱跑 像孩子一样撒娇 偶尔也无理取闹 只是你现在已经给了别人 春天一样的微笑 微笑 微笑 是你最美好的表情 现在成为我 记得追那残酷的 不微笑微笑 是你留给我的危险 信号 让我忘掉 你的拥抱 像春天一样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